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映圖 我們今天就來的下面一拳超人最強之腦 那昨天的話基本上我們是又抽了我們這一次的這個豪傑啦 然後是順利把我們的豪傑給他抽起來了 所以呢 我們的豪傑也是順利的成功三星囉 那昨天的話基本上我們打到英雄的就是那個小王光潛了啦 因為現在的話基本上要打同地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呢 欸 就來看一下能不能直接把我們那個困難模式的關卡給他打完 然後再來看一下那個極限模式到底有多麼的困難這樣感覺喔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覺得就是 英雄跟怪人的那個陣型來說的話 應該是怪人稍微比較強一點點喔 因為怪人那個就是小兵族群啦 非常非常的可怕喔 那我們就繼續來看一下我們的週年派對來 好不好 目前來說的話應該只剩下14個小時了 所以4以下的話 哲平會再努力的先來就是 錄一下我們就是那個 欸 極限關卡的那個挑戰喔 看一下我們能夠打到哪裡喔 好 那這一關的話基本上的話 是我們同地小Boss 那應該今天會 努力打到後面啦 會打到那個就是我們的龍捲這樣子喔 然後4以下我再來把那個 極限關卡全部給他殺清 英雄陣型來說的話 他們的小兵真的就是沒有像就是那個 怪人那麼的麻煩喔 因為怪人的話基本上還有那個 天空一族啊 還有我們弟弟一族 再加上我們那個深海一族 再加上那個 欸 外星的那個 宇宙團喔 然後還有我們那個 蚊子群啦 那英雄的話反而就是一些就是比較 小裸裸的那些英雄就比較沒有這麼可怕喔 基本上他們 雖然會開大招但是 說真的他們那個傷害度目前感覺起來的話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威脅性好不好 這個傷疊棍棍莉莉他們可能比較 麻煩一點點 那像我們這些傷活吊帶兔啊 或那些的話就比較 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喔 反而是 蚊群啊 或是那個 夢境弟弟人啊 那些的話就比較 麻煩一點點喔 這是我玩起來的感覺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碰過就是比較厲害的那個就是 英雄隊員的那個柔柔 因為我每次打英雄隊員的時候感覺都 還滿輕鬆的喔 好 這邊的話把氣留給我們的下一場 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居然打不死欸 那就只能轟啦 蛤 我想說應該是可以那個欸 結果沒辦法啊 蛤 叫死了 好 沒有問題 接下來的話就是我們的 童地BOSS登場啦 好不好 來看一下喔 那這關的話 基本上是青燕跟我們的那個 那個什麼 極限閃電喔 那 目前來說極限閃電可能稍微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極限閃電好像如果有那個 縮燒效果的話喔 就會讓他就是暫停這樣子喔 那 那 青燕這邊的話應該是可以讓我們有一個那個 那個濁燒效果啦 所以我看起來的話 接下來他可能會跟那個 極限閃電做一波那個搭配喔 那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好 沒關係 但是 感覺起來的話應該OK喔 但是如果 童地這邊又讓我們暈眩的話 哇 真的是直接暈眩了喔 而且他直接把那個欸 把布區打出來 然後再加上直接把布皇男K爆啊 哇 這雙倍暈眩欸 哇 他直接 直接把二郎踢爆了欸 哇塞 我覺得這個感覺 有點恐怖了喔 我覺得 我覺得不好說不好說了喔 現在這些敵人喔 好像到達小王關後面之後的話 都會變成一個另外一個檔次欸 這邊直接把我們那個踢爆欸 哇 呵呵呵 我們的二郎怎麼每次都 都先死啊 好像很可憐欸 然後童地這邊 血量還非常非常多欸 我的天啊 這好像不是一個好消息喔 喔 暴擊超痛欸 我的天 欸 這邊 每一隻都很可怕喔 但是應該可以先把這個 給弄掉 然後 不讓那個童地開那個 應該是沒問題的喔 因為我們這邊還有King啦 好 打死了 沒問題 沒打死就慘了喔 呵呵 沒打死我們就守不到那個 童地了 好 童地這邊沒辦法開機械臂亂打了 應該是沒問題的喔 來 我們的螺旋燒毀炮 但童地的單體攻擊感覺也是蠻高的啦 所以也不能掉以猩猩喔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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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又補滅了 這補滅不知道是不是永久的都已死欸 看起來他剛剛已經補滅過了 但是沒有死喔 好 再鎖他的大招 童地的大招是一定要鎖的好不好 這個招是一定要鎖的 誒 瑪北不能不繳 好 沒問題 這邊的話應該是ok 然後 再打 不想直接死欸 誒 我們直接死兩隻誒 我困難難度的英雄 他把我們兩隻角色打掉誒 所以其實 感覺起來好像 比英雄 比怪人隊伍還要再更厲害一點點 因為怪人隊伍的話那個時候 他好像沒有把我給打掉 怪人隊伍是誰啊 怪人隊伍是英術索尼克啦 所以就沒有什麼事情 哇 這個 英雄陣型感覺非同小可 而且後面那邊有沒有看到 還有原子武士跟龍捲喔 這兩隻都是我們那個 範圍型攻擊的那個大大手 我覺得 可能會比較 好 麻煩一點點喔 沒那麼簡單喔 好 先把他們全部清掉 我覺得應該要 流一些氣誒 誒 你要封住一些大招 不然我們這邊的那個惡狼 真的是有點可憐 好 我們先 讓惡狼不要扛 扛那麼多的傷害好了 我們先把一些 難纏的角色進行打死 這邊又是一個小關卡了啦 所以小兵應該也不會這麼的可怕 其實我們現在那個攻擊輸出 真的都還算是蠻高的 因為我們那個 陶傑昨天升三星了嘛 然後改傑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也用 讓他就是 有很多那個就是能力算分的提升 誒 但我沒說好了 他們好像真的有點猛誒 這些小囉囉的軍團 好像真的有點猛誒 嗡嗡連擊 OK 然後三結棍莉莉 會直接把那個啊 把改傑打爆啊 喔 沒事沒事沒事 沒死沒死就好 沒死就好 嚇死我了 哇 好恐怖喔 這英雄陣型也是不能那個耶 也是不能掉以輕心的耶 也是很強耶 而且這些都還只是困難關卡而已 我們上面還有一個極限 所以那個極限的話 真的應該 應該蠻恐怖的 我其實還蠻害怕的喔 好 你打死 這邊來一個那個 我們現在存氣好了 我們存氣好了 來存一下氣 反正他們也不能幹嘛 好不好 先存一下氣 存點氣 沒有耶 直接就被反死了 哇 全部反傷反死掉 好 那也不用成了 好 喔喔喔 欸 甜美假面耶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後排 可能會有幾次被咒爆喔 尤其是那隻King 你們怎麼看 我覺得有點慘了喔 那隻King如果被受到咒爆的話 我們可能就 沒這麼多能力 可以讓他那個 我的天 可以讓他們那個 封鎖他們大招囉 他們就會變得比較 難纏一點點 螺旋燒鬼砲 看一下那個啦 就是能不能順利的把那個 甜美假面給打爆 來了 好 這邊應該還好 還行還行 所以說就要先看一下 十字拳 好 這邊 這邊二郎應該OK 好 撐住就好了 好 然後再來 來了 重頭戲 除二之拳 哇 好恐怖喔 他直接拆眼把那個 豪傑給打死 不是豪傑 豪傑給打死耶 但是要不是 可是他這邊如果都打五下的話 搞不好我們就爆 他剛剛好像沒有打五下喔 好噁心喔 我的天阿 這後面的英雄也是 非同小可耶 沒那麼簡單耶 來 除了王之恫吓跟我們的那個 好不好 螺旋燒毀砲收個尾喔 好 沒問題 哇 好緊張喔 接下來應該就是那個了 還有極限閃電 然後才到我們的那個耶 原汁武士跟龍捲耶 我覺得後面那兩關應該要把我們捲爆了吧 應該會很麻煩喔 來來來來來 火流拳再加上豪傑拳給他打起來喔 我就不信 不信打不贏你們 豪傑拳 好 然後 然後 待會再一個那個螺旋燒毀砲 應該就沒問題了 看一下能不能先把一隻給打死吧 不然每一隻都讓他們開大真的是 他們會很囂張 你知道嗎 哈哈 瘋狂開大 瘋狂開大 可以吧 圓 好 別死別死 加油 加油 這個C級也是很痛耶 我的天 哇 你們大招開完了沒啊 我怎麼覺得 接下來活動其實我都還蠻期待的 因為如果每一次活動的話都 搞這麼難的話 我覺得 是很好玩的耶 就是很有挑戰性 可是我不知道其他 其他玩家O不OK 因為我們13服玩家的話 應該都是蠻多老練的人 所以應該還算是OK 然後其他服應該也不會說這麼困難啦 應該有些人的那個服應該是蠻簡單的 因為他是針對就是全服的那個就是 再厲來去評估的 哇 沒辦法耶 又硬又疼 還會開大招好不好 這個麻煩了 來來來來 背心黑洞 一拳 追擊 再追擊 好 打死了 這一波是我們的極限閃電喔 下一波 下一場的話是那個 原汁武士耶 我覺得 原汁武士跟龍卷的話應該 也不敢恭維喔 那兩隻我真的是 不敢說什麼 感覺就超級無敵恐怖的喔 好 然後這邊來 這邊再加我們的螺旋燒尾砲喔 好 然後這邊再打這個三元 我現在就沒有辦法一次把他們給打死了 可惜可惜 來了 虎蟲的吸擊 其實很痛耶 不過感覺踹鳳凰男好像比較多啦 所以鳳凰男這邊應該就是因為 本身鳳凰男的血量比較低一點點 哇靠 欸 他這一角之間 是要踹爛我們了耶 極限閃電好猛喔 他這個角角非同小可好不好 哇 那個 角角移出來我們全部都要死光光了 畢竟是我們這關的網嘛喔 好 沒問題 這邊的話再 留一個那個螺旋燒尾砲給他好了 來 螺旋燒尾砲 因為 輸出比較大喔 所以就用螺旋燒尾砲來打 好 打死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兩大魔王關 一個是我們的這個原汁武士在 就是我們龍卷 來看一下喔 我覺得他的那個原汁斬 希望不要斬那麼大力啊 拜託 他如果 斬太大力 我們應該 就真的沒有辦法了 然後這關的這個 守魂員是我們的 前面打頭陣是這個 蛇蛇拳 蛇拳單體大傷害的話也是蠻高 因為他是單體連桶好不好 所以這邊也是 不能掉以輕心 不過我們現在也沒辦法把招式 把他們大招鎖掉 因為我覺得 我寧願就是用改劫來打多一點大招啊 因為他們後面那種就是 我想鎖的那個技能的角色都在比較後排 那根本就過不去喔 好 來了 噴射沖拳 喔唷 好恐怖喔 而且我們這邊改劫的那個雙層血量都 都被降到很多耶 那不知道他應該是他 原本自身的一些效果吧 所以就沒辦法加那麽多場的血量 來了 喔好險 這邊全部被我們那個 豪傑給擋住了 水啦 豪傑 不愧是昨天還花錢抽你的 還行還行 好不好 把你練起來 我覺得真的是 很好用啦 真的自從拿到二狼跟豪傑之後 兩個就是 狼好流嘛 真的是還不錯用的感覺 好 這邊的話應該是 可以 用螺旋燒尾炮再燒一波喔 不存氣了 不存氣了 現在每一關其實都 還蠻恐怖的喔 根本沒有餘地可以讓你存氣喔 好 打死 再來就是我們的重頭戲啦 哇 欸 這是那個耶 師徒三人耶 都來了 都來了 哇 這是劍克三人組好不好 這個蠻帥的好不好 這個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希望他不要一砍我們就全部爆開了 如果真的一砍全部爆開的話 我會嚇死喔 先把G2腿弄爆 另外一隻我還沒看過他上場耶 那隻感覺好像 應該也是頗猛 頗猛的喔 那隻是我們那個 收入序號就可以拿到的角色 來了來了 這個還行 還行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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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沒有補血 哇 都是斬機 哇 都是斬機 第三隻 關鍵 第三隻 看一下 啊 這好好好 還行還行還行 但是重點就是 這邊那個原汁武士會一直追擊 這不是好消息 他一直追擊 我們也是會被砍爆耶 有沒有好險我們這邊那個惡狼 還有步驅 沒有先被打得死 我的天啊 這三劍克嚇死人耶 三劍克嚇死人 然後先打掉 哇 這護盾怎麼那麼硬 這個螺旋磚的護盾也太硬了吧 有有有 燒到蠻多的了喔 交給你了 武士應該我們打得贏 哇 可是惡狼又死了 惡狼最近真的是很可憐耶 一直一直死 一直 可憐到一個爆炸了 來 我們內傷打死你啦 沒有問題啦 這一關還是行喔 結果反而同意那邊死兩隻喔 來 再來是我們的 困難關卡的最後一關 戰力的龍捲 來看一下這一關是怎麼樣子喔 那 明天的話我會就是 我待會晚上的話 我會先試一下錄一下 就是那個極限的關卡 我們看一下那個 極限關卡我們究竟能夠打到哪裡 我是希望可以就是全部都通過 給大家看一下啦 就看一下 我們有沒有那個能力好不好 覺得目前來說的話 真的關卡 這就是我想要看到的東西 因為我之前都覺得那些活動關卡 真的就是 比較無聊一點點 就是你可能就是上去 然後花一花 然後把一整條打完這樣 但是現在 喔 這個關卡真的是 難度大躍進耶喔 真的是沒有這麼簡單喔 那如果你是在其他伺服器的話 你的難度可能會跟哲平不太一樣喔 因為他是 看那個就是整體的那個伺服器 那個戰力而去排定的喔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打一些超級困難的關卡 你們可以去一號伺服器啦 第一伺的話應該是最恐怖的好不好 那個我應該 我應該也不敢過去玩 那個應該是最恐怖的伺服 裡面全部都是怪物 然後 他們的活動關卡也一定是怪物關卡 我們13伺都這麼難了 那我們搞不好在前一伏12伏 也是蠻難的這樣感覺 因為他是 因為我們伏是比較晚開嘛對不對 比較後面的伏的話 當然就是 比較晚開 會比較 簡單一點點這樣子喔 大家可能戰力就不一樣啦 不過 也有可能 我們這伏的話 那個大佬比較多的話 那也有可能就是 我們這邊可能 就會比較恐怖一點點 就看哪一個地方的那個課金大佬比較多喔 好 這場是我們的龍卷 再配上我們的這個 金屬騎士喔 兩個都是範圍的 這邊如果讓他們開到的話 我們應該會 應該會爆開耶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那個 不然我們來看一下如何爆開好了喔 因為我覺得這邊如果先鎖住那個 金屬騎士的大招的話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我想說 就讓大家看一下 困難難度的金屬騎士 跟我們的龍卷 到底會多恐怖 來看看喔 來了 念動力衝擊 再配上我們的那個 飛彈發射 可是我們有先回血 所以應該還好 喔 好險 都回回來了 欸 這邊 這關的壓力感覺就 就還好 沒這麼大 比較偏小 因為 我們有雙層血量啊 如果這塊沒有雙層血量的話 大概被轟死好不好 這個所以 核心那些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沒有那些東西的話 我們大概也不用玩了 所以大拯眼啦 或是殭屍男那種角色的話 真的是超推薦 大家可以抽的話 就趕快去抽一抽 不然其實 這些活動關卡 感覺沒這些角色 你們應該 都會被打爛耶 真的是會被打爛的那種 因為沒有雙層血量的話 我還真不知道 這關卡要怎麼打 你知道嗎 尷尬一波喔 好 沒有問題 咦 這邊我們就可以順利的 把我們的 困難關卡給他解決掉了 哇 太好了 那細下的話 哲民會先來錄一下 我們就是那個極限關卡 再看一下到時候 極限關卡到底有多難囉 好不好 那大家有沒有順利打完 我們這個關卡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哲民一起討論一下 那接下來可能就要迎接 我們的新活動啦 好不好 那真的是 玩得非常開心啦 那 今天就請往後這邊啦 我是許片 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 掰掰